葱油焖鸡 我认为是鸡肉里最简单又好吃的做法了 米饭淋上汤汁 真绝了 简单几步就搞定了 鸡皮扒腿几只 斩成小块 为了保留滑溜的口感 千万不要焯水 加一大勺面粉 抓洗出里面的血水 再多冲洗几遍 直到加水到清澈为止 然后加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点盐 一小勺糖 鸡粉 抓匀腌制20分钟 砂锅里放油烧热 加姜片葱段 慢慢炸出香味后 捞出 倒入腌好的鸡肉 淋上剩下的汤汁 盖盖中火 焖15分钟 最后大火收汁 撒上一小把白芝麻 撒一点迷人的小葱花 好吃又简单的葱油焖鸡 就完成了 米饭淋上汤汁 真绝了 赶紧来试一试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